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视频 是当年著名的太极拳老师石铭 石铭先生在他的拳场在教授 他的第一次太极拳 石铭是一位太极拳高深功夫的实践者和传授者 这段视频是每周的记者 在当年实际采访之后 录下的曾在美洲的一些国家进行过播放 石铭先生出生在1939年 足以2000年 享年61岁 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 石铭先生 曾经学习过武士太极拳 实际上他真正学功夫 是从21岁开始学到真功夫 跟随汪永泉的得力弟子 诸会员学习太极拳 诸会员是汪永泉汪迈汪氏太极拳的著名传人 他在学习太极拳 他在学习功夫的过程中十分刻苦 学到一定功夫的时候 觉得自己里边还缺东西 因为他跟汪永泉也很熟识 疼到汪永泉家去 最后 在汪永泉的指导下 终于领悟到了太极拳很深奥的功夫 在此期间 他还认识了一位通辈权的高人 据说叫如意通辈 这位如意通辈的传人姓李 据说姓李 把如意通辈的一些招法交给了石鸣 石鸣认为 他的太极拳功夫还需要 如意通辈的招法 把他领出来 才能最后发挥出来 所以他认为 如意通辈 对他十分的有益 他把如意通辈 和汪永泉的太极拳结合起来 最后形成了自己太极拳的风格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 实名老师的徒弟 叫肖维嘉 他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 介绍过他的老师石鸣 他曾经任过 汪永泉太极拳协会的秘书长 石鸣先生 在他教授太极拳的过程中 他将他的太极拳命名为 如意太极拳 他的太极拳训练 主要从太极装开始 他认为 必须 占太极拳 由太极 得到五级 由五级再升太极 所以太极装的时间比较长 在练习太极装的过程中 可以练习 他的37个太极拳架势 实际上 就是他的如意太极拳的盘架子 大约有37个式子 其中还要练习单操手 单操 一个式子 一个式子单操 为实际的作战做准备 单操 有一部分 取自于 他的如意通辈权的架势 这些招法来自于如意通辈 和太极拳 他的太极拳 很接近的一种招法 单操这些招法 他的主要功夫 是内功 单操这些招法 是为了 把这些内功 和招法结合起来 他的徒弟曾经讲 有的徒弟 问他的老师 也就是问师明 为什么不写些书 把他的理论 产发出来 让大家更好学习 师明的回答是 前人已经把理论 全都说得很明白了 他没有有必要 再阐述自己的理论 再阐述 也是前人的理论 他只是实践 只是把这些理论 真正的体验实践出来 所以他也希望 他的学生 在学习这些理论的过程中 来理解这些内功 据这些徒弟讲 他的理论 主要来自四个部分 第一 皇帝内经 实际上 皇帝内经 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 提携天地 把握阴阳 呼吸精气 独立守神 肌肉若一 据实名讲 开始要理解这几句话 到最后 还得归结到这几句话上 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理解的深度 和自己的功夫 是成正比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但真正把它弄到身上去 能够真正的理解 那是非常困难的 甚至需要很长很长 多少年的时间来体验 现在练习太极庄的这位年轻人 现在已经成为步入老年了 是叫 赵毅 也是实名的一个著名徒弟 现在在紫竹院 教授实名的太极拳 第二个理论 就是吴宇湘的理论 吴宇湘的太极拳论 在过去认为是 张三丰的太极拳论 这个太极拳论 很多地方都提到了气 所以 练太极拳 必须得练气 但只限于气 是不行的 他不仅仅是气 也要深刻的领会 吴宇湘的这些太极拳理论 吴宇湘的太极拳理论 在太极拳界是非常出名的 很多人都能背上几句 甚至完全背下来 他说这些理论 是非常有用的 必须自己去理解 不要完全听 其他人的解释 要逐字逐句的理解 吴宇湘的理论 非常重要 他实际上教了很多的练法 还有吴宇湘的 后来的传人 李玉 李玉舍 又有念李玉舍的 他的理论 他的理论也应该练习 也应该熟读 这是武士太极拳的 武士太极拳 由于后来人 现在认为 有些句子是后人加的 在后来的刊册中 就是后来的编印中 传书中 传承中 把前面的几句给去掉了 前面的几句是 使而易动 继而进而动 无外起承转合 这几句话给删掉 实际上这几句话也非常重要 都是前人总结的经验 吴宇湘的理论 很多人认为 只是一个说法 与实际操作 运用的 效果并不大 石鸣先生认为 这个说法是 误人子弟的 要想学习高深功 必须把这些理论 让我明白了 自己去领悟 里边有很多的 是真实的东西 闲人不骗人 尤其这些高功夫的人 他顶多不说 或者说呢 他隐喻的说 他不骗人 里边全是真东西 这是吴宇湘的理论 第三个理论 第三个理论 就是 李洛能的 行义权的理论 这个行义权的理论 非常的实用 是内加权的经典 很多的 很多的 内功 里边的东西 他里边都讲了 很多武师 他明白了 里边的东西以后 由于这里边 密不传人 对外是不讲的 而 李洛能的 行义权的理论 他很有操作性 尤其是 李洛能 理论的前半部分 那是内功的绝技 有所谓的 分而合之 合而分之 散而统之 这样的理论 还有 奸打一音分一扬 两手只在洞中堂 所有权平盖世局 肃展二字一命王 等等 很多的句子 已经把 内功的实际的操作 完全说出来了 他希望自己的徒弟 认真地理解这些理论 第四个理论 第四个理论 就是 古人 在实际的 劳动操作中 体会的一些 力学原理 这些力学原理 非常朴素 用现代的 机器力学 和物理力学 很难说通 人们仍然用这些 朴素的 劳动的 力学 来说明 我们内加全的一些功夫 比如 农村的 鹿鹿 打水的鹿鹿 在井台上 修起一个鹿鹿 来摇水 过去 人们都在 在井里边 摇水 打上来 摇鹿鹿 摇鹿鹿 这个力学动作 来体会 周身的力学的运用 再比如 盐墨 用一只手 来回 盐这墨 最后把自己身体 揉起来 用手揉身体 来体会 这个力学 再比如 一颗石子 掉在水里 散出很多的 波纹 这个力学 都很重要 在 实际的 中国内加全的 功夫中 这些力学的运用 都非常的重要 这是人体力学 它是带有神经 肉体 各种动作 结合起来的 一种力学 不是机器力学 不是简单的 物理力学 可以解释的 石明先生认为 这四大 理论 是奠定了 中国传统武术 内加功夫的精髓 他在传承的过程中 反复地向 他的学员 解释这些力学原理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张照片 是 2021年 夏天 实名的得力弟子 关迎秋 在收徒弟仪式上的 一张 武术界朋友聚会的照片 现在这张照片 中间这位 就是关迎秋 中间这位 比较胖的 年轻人 算是年轻人吧 他有一张照片 周围这些人 都是武术界的朋友 关迎秋 今年野底六 是最左右了 是 实名得力的 弟子之一 他深得 实名的一些真传 现在在紫竹院 北京市紫竹院 教授一些徒弟 在此 我需要说一点 我本人的太极拳功夫 并没有多高 我只是喜欢太极拳 我把我所了解的 实名的一些功夫 和他的一些理论 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祝大家身体健康 功夫蒸蒸日上 再见 再见 再见